澎湖的流浪狗量多 加上前县长赖峰伟任内还开辟了可爱动物园 但面对这么庞大的业务量 圣府所属的防治所却缺了三名受益师 圣府直言 这是因为薪资差距造成招募人力不易 会朝向中央争取不开业奖金 作为补贴的方向努力 根据苏玉德的质询 圣府方面说 虽然目前动物疾病防治所的员工 包括技工 股长等都具备受益师资格 但距离编制圆额还缺了三人 主要是薪资上的差距 造成招募人力上的困难 就是就我们的了解 从108年109年那时候 就常常有在上网去公告说 要来招聘这个兽医的部分 那就我们了解 这几年就是防治所一直都缺兽医 那我们也知道说 在县内非常多这种流浪动物 跟我们民众有冲突的状况 不管是跑到人家家里去攻击这个饰养的动物 那或者是在路上追车 这些其实都是民众很关心的一个议题 那可是流浪动物的问题 必须要从源头解决 也就是说我们要有足够的兽医能量 去做节育 去做这个捕捉TNR 才能够去解决流浪动物的问题 那是很简单的 就是我们县城府在这个兽医的部分 缺乏相当大的能力 那以目前防治所 它里面的这些兽医 他们还要去兼行政工作 这工作对他们来讲实在太繁重了 那我希望县城府赶快来补齐这个部分 农育局也认为 工部门的兽医师 因为必须主动出棋执行动保业务 比起开业的兽医师 甚少出门职业 两者工作量确实差了许多 若纯粹以薪资比较 公司部门的兽医师 起贫薪薪差距不大 但民间兽医师 随年资的薪水加成较大 久了差距就会拉开 那么民间跟我们工部门的兽医师 它最主要的差别呢 会是在于工部门需要 去配合动保的业务 那么民间的话呢 他没有这个义务呢 去做动保的 他可以用选择性来配合工部门 那动保业务 所以呢 其实现在动保法规呢 越来越严谨 然后民间的一些团体的需要需求 越来越高 它的类似流浪权 这是那个业务量 也相当的繁重 也是逐步提高 所以这是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动保业务 工部门需要主动去配合 第二个部分就是 有关待遇的部分 民间的话呢 如果是起薪 因为我们也有分 不管是硕士毕业 或是博士毕业 或是大学毕业 它不同的起薪都不一样 但是以民间来讲 大概是三万到五万不等 那么这也是受限 有些是民间有 企业化的受医院 就北部中部的不同分院 那起薪呢 也都跟我们工部门来说呢 会比较高 未来他们会争取 朝着像中央张 却不开一页 讲经补贴 来拉近公司部门 受医师的薪资差距 也欢迎有益的受医师 来加入工部门行列 澎湖的流浪狗因为捕捉不完 加上林安乐死的政策 需要照顾的除了流浪猫狗 还有海龟 鲍鱼鸟类等 在私域照顾上急需人力 又加上可爱动物园的开幕 人力更是极权 只是薪水差距就摆在眼前 也难怪年年发出招募公告 缺额还是存在 这一点就真的有待努力了 记者 陈冗玉报道